Hi Folks, This is Billy Phong Speaking 又是我了,沒錯 我們今次處理一些關於蘋果發佈會的事情 上連登上看到很多網民說 科技Youtuber懂得讀參數等等的情況 其實我自己對讀參數的Youtuber是沒有意見的 不過我在蘋果的今次發佈會裡面 也看到一些在數據、產品的參數以外的一些看法 所以也很想藉著這個機會和大家分享 我們可以看一看第一個鏡頭 這個報道應該是CNBC的報道 它在裡面說到iPhone 15的生產有部分會去了印度 因為它希望可以分散從中國製造的部分 講到蘋果可能有些觀眾不太清楚 就是小弟在英國碩士畢業之後 第一份全職的工作其實就是在蘋果裡面工作 當時我從事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相關的工作 在那個部門那裡 那我的Campus 其實就是在新加坡那裡 具體工作是做些什麼呢? 實際是怎樣呢? 就不能夠和大家分享 不過我當時處理的其中一些市場 都是一些大家耳熟能長 例如香港、台灣、中國的市場 我都會有處理到的 那希望大家用Siri的時候 都會看到我和我的同事 前同事的努力成果 如果有前同事看到的話 希望我沒有說過我在蘋果做些什麼 我是遵守這個保密協議的好孩子 話說回來 我們看到蘋果的生產 無論你是買iPhone 15、iPhone 15 Pro 還是iPhone 15 Pro Max 我們收到的貨裡面 有一部分都會由引導來製造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很耳熟能長的 所謂血汗工廠 我們中學讀通識的時候 都會讀到 又說有血汗工廠 又有富士康 不是富士康都做了嗎? 那為什麼會去了印度呢? 我們會準備探討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意識 這個星期 我們看看我們的友好的媒體 香港01的報導 標題就是 國際市場中國加一的格局 形成中國世界工廠地位 難以撼動 怎麼看呢? 都好像中國會成為最大贏家 中國在這些層面 在生產代工的層面 似乎都是無懈可擊 沒有理由我們 中國是最大贏家 但是蘋果卻是選擇 將部分的生產線搬往印度 我們可以在這個第一個階段 我們可以一起看看 就是蘋果為什麼一開始 會決定將它的生產線 就放在中國 我們可以看看這個 紐約時報的一個報導 它是很久之前 十年前 2012年1月22日 題為 How the US laws out in iPhone work? 它裡面說了一個 耳熟能詳 大家都耳熟能詳的故事 故事是什麼呢? 就是為什麼喬布斯一開始 會選擇在中國生產iPhone 話說在很久之前 喬布斯經常都會拿著 iPhone的Prototype iPhone的圓形機 在這裡把握、展示 經常都要把它放在褲袋裡 久而久之 這個iPhone的Prototype 就出現了一個問題 是什麼問題呢? 問題就是 它的塑膠製造的螢幕 在表面就出現了一些刮痕 你知道了 蘋果的 我們做 蘋果的宗旨 就是把所有東西都做得最好 我們大家都信奉這個宗旨 所以當喬布斯 知道了一件這樣的事情 之後 他就在iPhone推出之前的幾個星期 提出了 蘋果的屏幕不能夠由塑膠製造 而是需要由玻璃製造 說到 由塑膠轉玻璃 對我們來說 好像很輕鬆平常的事情 但是當你生產到一百萬部 二百萬部 當你大量生產的時候 其實就會是一個大問題 當時蘋果就找了一間公司 叫康寧 幫他生產這些手機屏幕的玻璃 但是這些玻璃 很多時候生產的時候是一大塊的 蘋果的需要找人 第一就是切割 第二就是找人組裝 當時 有一些中國的廠商 就自動請英 就說我是可以幫你做切割 在切割的方面處理完成之後 現在有一些蘋果的部件 iPhone的部件 和這塊玻璃的屏幕 蘋果又需要找人來組裝 當時有一個事件 就令到蘋果的高層 蘋果的大佬 就覺得很奇怪 和很印象到他們 就是當他們把玻璃 混往富士康 混往富士康的時候 他發現 竟然那些工頭 那些Factory的Manager 可以打電話 然後再叫一些可能是 Team Lead 然後叫醒那些在宿舍睡覺的工人 起床 不停的組裝這些iPhone 和把這些玻璃的屏幕 裝上去 而這些工人 在當時起床的時候 只會得到一包餅 和一杯茶 然後就開始開工 而且是凌晨 這件事很震撼到 不論是蘋果高層 或者整體來說 對於一些工會力量比較強的國家的人 都會震撼到他們 因為我們所知道 就是在工會力量比較強 工會文化比較濃厚的地方 他們的工人 未必願意 好像中國的工人 那樣住在宿舍 因為他們要有Family Time 這些在工會文化比較強烈的 比較濃厚的國家裡面 那些工人他們加班的工資 是會十分之高昂的 第三件事就是 這些在工會文化比較強烈的 濃厚的國家裡面 那些工人未必願意 可以在這些奇怪的時間 凌晨深夜 然後就起床幫你 日以繼夜 夜以繼日去趕工 去追趕你的生產進度 但是這一切這一切 在中國或者在富士康 就會見得到 當時對於蘋果的高層來說 是相當之震撼的 所以他們在自此之後 曾經自動請英的玻璃設計公司 和富士康 就成為了他們生意上 代工的供應商裡面 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 在2023年的325日 就有Financial Times 有一個這樣的新聞 它就說 Tim Cook在賺蘋果和中國 互利共生的關係 Symbiotics的關係 當他參加 China Development Forum 在北京的時候 他就提到 我們很開心 終於可以再一次來到北京 是physically 不是offline 不是online 而且他在這個forum裡面 強調什麼呢 強調就是 蘋果和中國 互利共生的關係 因為蘋果在美國本土 進行研發 代工的業務 有很多 很大的一部分 仍然是在中國裡面去進行 對於蘋果來講 是重要的一個 蘋果生產鏈來講 是重要的組成部分 一切都似乎向好發展 我們剛剛有講到第一篇的新聞 就說 哇 蘋果iPhone15 有部分的生產都會轉走去印度進行 我們心中都不禁有一個疑問 又說中國和蘋果互利共生 又說中國是中國加一的國際格局就形成 又說中國的工人很好 很黑苦內勞 他們的生產力也很高 那為什麼 Tim Cook或者蘋果又會選擇 將部分的生產線 遷移前往印度呢 我想很重要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這裡 就是在2022年的8月9日 美國白宮出了一張flash sheet 這張flash sheet就是講美國的chips and science app 就是美國的晶片和科學法案 在這個法案裡面 最主要就是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 提出美國政府會向不同的私人企業 提供不同程度的資金援助 去幫助美國的半導體企業 他們的生產和工人的發展 所以也有一部分 也都會用在他們的半導體研發等等 這個是這個晶片和科學法案的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核心元素 就是為美國的企業 提供在晶片和半導體製作時候的幫助 當然這些公司 所謂雞腿打人牙教員 當他們接受到美國政府的資助 或者當他們接受到美國政府的資助 其實他們同一時間也去到第二部分 就是需要遵守美國政府的一些要求 其中一個要求 我們可以看在下面這裡 他就說 這個資助金援助於 這個資助金援助於 而這支付金援助於 監製作者 在中國和其他國家的事務 你會看到 這些公司 拿了美國資助金援助於 中國建造某一些產業 建造某一些工廠 建造某一些設施 当然这里我们可以想象到的就是一些比较涉及到一些精密科技 比较涉及到一些例如是半导体晶片的生产的设施 这些美国公司拿取美国政府的资助去用美国纳税人的钱 当然这些美国纳税人的钱是不会被美国政府期望成为 其他地方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这个都很容易理解 但是我们看得到从这个flash sheet里面 或者从这个晶片和科学法案里面 我们就看得到美国对于它保持在高新科技里面的优势的决心非常之大 而且是对于中国或者其他一些可能极权国家 会是利用这些科技的优势 就是调舌美国科技的资料 以及利用科技去挑战美国的地位的担忧是存在的 那么这个晶片及科学法案当然就很suttle 比较隐晦地带出了美国对于一些强敌 对于挑战它的国家的一些隐忧 我们有另一个内容是更加明显地针对中国的 在2022年10月7日 美国的商务部就提出了一个新的出口管制 是针对一些advanced computing and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items 就是针对一些比较精密的高新的运算和半导体制造的物品 是出口去中国就有新的出口限制 它在下面这里 它在第二段这里说得很明白 因为这个出口管制是要限制中国 获得这些高新的运算和晶片 以及去制造和保持这些半导体 以及去制造一些高新的半导体的能力 说到很明白就是不希望看到中国 中国是拥有这些制造半导体 高新的半导体 以及一些精密的运算能力的零部件 或者一些物品 长远来说去限制中国在军事 和可能是在航空 或者是其他的领域上面 继续去挑战美国的主导和霸权的地位 这个就是我们觉得这件事可能 可能说得更加明显 就是这些限制 其实是针对中国的限制 当然都很正常 因为其实大家都看到 在中国里面 有很多战机 也有很多航空母船等等 讲开又讲 其实中国的航空母船 其实它可以 供应到第一个航空母船 即是辽宁号 其实也跟香港 也很有关系 所以香港一直以来 都是扮演着这个角色 就是帮他拿到一些被禁运 不能被输入的东西 所以说回来 就是因为美国是很担忧 中国在一些技术上 去到超越美国 而继而堪动美国的主导地位 因此他会在当中 也有点担心 接着之后 因为商人三刀六面 这个又是CNBC的新闻 在这些禁运出来之后 或者这些消息出来之后 Tim Cook也会说 美国会继续原容 苹果会继续原容 在美国阿里桑那州 工厂制造出来的晶片 即是派个定心丸 给美国政府 这个也很重要 强调他们是会遵守 美国的法例和政府的要求 畢竟他们在外加美国公司 是不是 那 就好像两个 看上去都没什么问题 都不需要 去怎么样 来到去 和中国来到去分手等等 但是其实他 这些政策的隐忧 刚刚提过的政策隐忧 在美国方面的政策隐忧 其实可能长远来说 都会陆续有利 我们稍后也会去看一看 可能我们下一个问题 就是问 究竟 苹果和中国的关系有多紧密呢 以及苹果可不可以 和中国割席 即是完全摆脱中国代工的服务呢 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 Financial Times的 Patrick McGee 在2023年的1月 和2023年的2月 他又连续发表了两篇 features的article 就是 Patrick McGee 我一直都有看的 不过 因为 我是那些低级订阅人士 每天只可以看8篇 所以 有些很适合 很喜欢的 就会 save 他来看 但如果过了 那个数目 有点可能忘记了 所以 未必PinPin Patrick McGee 都有追 因为他是专写苹果 基本上 你在FT 即在Financial Times 看到写苹果 Patrick 这个名字 应该是 很显然易见 他就提到 第一个问题 就是问 苹果究竟 和中国的关系有多紧密呢 他在这里就提出 在他的篇章里面 因为这些订阅东西 我只可以继续一个部分 和大家作一个新闻的解释 在这个文章里面 他就提到 在美国 他和中国的 Apple和中国的关系 就非常紧密 原因是因为 当他要聘用代工的工厂 来做工 例如富士康的时候 他需要派他的人员 需要派他的计刑师 派他的工程师 来帮助他初期的设立 以及与他一起 去营运 营运这些部分 第二个部分 就是 他也需要 去混一些生产的机器 去到这些地方 来帮助他们 去做组装工作 甚至乎 有一些他混过去的机器 大部分 或者有一部分 都是他们 为这些工厂 来量身订造的机器 来的 为了让他们 可以在那个地方 在那个工厂 生产到 合乎苹果资格 或者需要的零部件 最后当然就是 一些投资和钱 这些 无论是钱 人 和技术 中国和苹果 他们之间 都已经很 密不可分 去到这个情况之下 苹果是否要 和中国割席 面对一些政策风险的因素的时候 是否又很容易割席呢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这个部分 亦都是出自于Patrick McGee 他在他的第二篇篇章那里 就是说 究竟 有些什么要做呢 是令到苹果可以离开中国 和中国割席 他在里面也有数据分析 他就去计算 在2020年至2024年的期间 无论是iPhone、Airpods、Mac和iPad的生产里面 中国割的生产的部分 由2020年的大概 全部都是100%左右 去到2024年 其实都略有下降 Mac大部分都是依靠 目前来说 2024年都是大部分依靠中国生产 但你可以看到 iPhone、Airpods和iPad 他们世界其他地方协助生产的比例 就会越来越多 是不是 虽然如此 但是 我们也可以看一看 就是 佔很多数的iPhone 我们可以看一看 在旁边的图里 我们可以看到 在美国 在苹果里面 买得最好的 或者我们可以用这个角度来看 最赚钱的就是iPhone 而iPhone很多部分 很大的比例 都是在中国 继续在中国生产 事至今日都好 所以 其实他们 所谓苹果 要和中国割席 要离开它 别让Tim Cook跑掉 其实Tim Cook 可能自己都跑不了 因为它最赚钱的 产品 其实很大部分 都是在中国製造 说到苹果赚钱的那部分 其实如果大家对苹果 有深入一点的认知 其实苹果有很多赚钱 在 retail 方面 当然是卖iPhone 但譬如它卖去 譬如它卖去的 专利 例如是 苹果授权的iPhone 线 是第三厂商制造出来 苹果都充电的 充电线 它要得到苹果的授权 而这个要长期得到 苹果的授权 其实这个製造商是要付钱的 OK 同样令到它的流媒体业务 苹果的流媒体业务 Streaming 的业务 这些全部都很赚钱的 其实 如果不是变得来 苹果每一季度 即是出完 quarterly earning 或者 它出完整个 financial year 的 earning 之后 它可以有钱 很多钱去回购股份 去支持 去回馈 一直支持它们的股东 是不是 这个呢 也是很耐人积 很值得看 刚刚看到了 就是 苹果是有一部分的生产转往印度 原因 我也相信 是因为美国方面的政策因素 包括商务部的禁运 以及 就是美国的晶片和科学法案 长久以来之后的其他因素 都可能不清楚 但是呢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 越来越紧张的 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的关系 就会令到 过分依赖在中国生产的 苹果呢 是会 expose to the risk 就会暴露在一些风险里面 所以呢 苹果是需要急速 或者去 现在已经要开始计划 去分散它的风险 将它的生产线 代工的生产 遷移往世界其他不同的地方 包括呢 就是印度了 那 好像说到很多问题 都是在美国那里出来的 但是其实是不是呢 其实不是的 就是这个 苹果呢 就是在2023年九秋 就是早两个星期 在发布会之前 那其实它就突然有一天 就是跳水 就是虽然200个billion 对于 苹果这些 FANG的公司 就是FANG的公司 其实是很少钱的 但是那两天都跳水 为什么呢 因为当 华为的Mate 60 Pro 或者Mate 60出了之后 在中国社会里面 或者中国舆论里面 都有一些呼声 来表示 或者我们应该是 要限制 某一个陈级的政府官员 去使用iPhone 一时之间 禁用iPhone的命令 好像又 甚囂尘常 对于苹果是一个不利的消息 所以苹果的股价 亦都应声 来到下跌 所以 其实中国的政策因素 亦都会存在在里面 那我们可以问一问 就是更加长远 来到去看 就是 其实 中国对 美国的政策 或者美国对于中国的政策 会不会长远来说 会再有更多层次的改变 令到 苹果真的不得不 要将它的生产线 大幅度迁离中国 其实都不是没有的 其中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 indication 就是 这个 就是这个 来自Rautis的新闻 就是2023年的7月3日的新闻 有呼声指出 就是美国有意限制中国 去接触 去得到 这个 云计算的业务 那我们知道 为什么一开始 中国 美国会限制中国得到 这些高新科技 可能5 纳米 7纳米的 晶片 是因为想限制它 去 做一些 可能军事 或者是 太空 或者其他方面 更加 有 特别功能的用途 对吗 防止它生产这方面的东西 但是 自从出现了 这个Cloud Computing 云计算之后 其实 都有一些呼声 会去到指出 其实 就算中国是没有 这一类型的 晶片 都好 它仍然可以透过 海外的SaaS公司 SaaS 如果大家有 买开 纳斯达克 的股票 公司 你应该有听过 这类型的 它仍然可以通过 这些云计算的业务公司 提供云计算服务的公司 来到去使用这些 美国限制了中国 是获得的晶片的 一些部分的 運算能力 不要觉得 云计算是很高大 就是像姜濤所说的 高大上的东西 其实它还有其他的面向 包括就是 如果大家有用过 Track GPT 其实Track GPT 那个模型 其实它都是属于云计算的一种 因为你使用通讯网络设备 去跟最终的终端机 去做一个信息的交换 而在信息的交换过程中 其实 运算的部分 就是在终端机 如果大家也有用过一些 如果大家也有用过一些 可能是有些指令 去平白没有生产图片的 那些平板有玩过 例如是Mid Journey 你都会知道 其实它整个 User Interface 在Discord 它真正计算的部分 其实也是在它的终端 也是用一些高新精密的 晶片和 运算和处理器 来进行运算 对不对 而有时候 譬如Mid Journey 或者是ChatGPT 我自己也有用 就是 它有一个订阅的部分 你可以给钱订阅 你给钱订阅 是在订阅什么 服务的运算 已经在 其实你是在买 它更充裕的运算时间 和更快的运算时间 用一个更好的终端 来处理这些事情 对不对 所以当我们来到 去知道 而我们 譬如再举多其他的例子 我们用开的Google Google 在Business方面 它也是有为商业客户提供云计算的服务 也都有 譬如我们 可能是 我们会在Amazon 买东西 Amazon 亦都有为商户提供AWS的服务 AWS其实都是云计算的一种 所以你会看到 在商业上面 其实云计算的服务 已经是好 大家都很经常会用 而 譬如百度 腾讯 其实他们自己都有云端服务 即云计算的业务 而这些业务 都是他们 很厉害 或者很赚钱的一些业务 其实是一个Renewable的服务业 所以就是如果美国再进一步限制 中国去接触到 或者得到这些 由美国所衍生出来的云计算服务 那可能也是一些其他进一步 就会indicate到 去啟發到我们 可能会有再进一步的 不同的 就是有机会是 政策上的风险 苹果是需要避免的 是不是 那么我们之后 下一个问题 我们下一个问题 前面说到 苹果面对着中国 和美国上的政策风险 它要relocate 是无可厚非 我们下一个问题 就会问 那究竟 中国是否没得和美国斗呢 或者美国会不会 可以战胜这些极权国家呢 是吧 那我们可以看一看 这个Fond the Ferris 因为我是Fond the Ferris 的终实订户 然后呢 由于都是这些 需要订阅的材料 我也是只会选取某部分的段落 和大家做一些 新闻上面的分析和教学 可以看一看 这个Fond the Ferris 这篇文章 它是比较scholarly written的 那就是 China's Hidden Tech Revolution How Beijing Threatens US Dominance 这个作者就是Dan Wang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我的内心不其然就想起 和我一起去日本的黄丹 然后我心想 History 因为黄丹是Historyan Historyan 写科技不用看 Historyan Expert team 不用看 Niche不在那里 然后我猜 原来这个丹弯 不是那个弯 不是那个我认识的黄丹 继续看 提出了 就是中国 和在美国 的一些各自的竞争力 在这篇文章里面 其中呢 晶片 未必 晶片 就当然是 美国的天下 是中国的disadvantage 但是在这篇文章里面 也有提到 就是中国 不是没有advantage 在科技的战争里面 中国的advantage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一间公司 叫做寧德时代 CAL CATLS 寧德时代 这个公司 其实是做什么 这个公司 其实就是做 这个电池 就是那些鋁电池 我们现在很多说 电动车 那些电动Scooters 是不是 它都需要鋁电池 在鋁电池的生产方面 凌德时代 几乎是Dominance 了整个market 可能因为他们有技术 也都很便宜 或者各样 这个呢 对于长远 美国要发展电动车 或者是其他 现在比较脊手可热的 科技产物的时候 可能他们会在生产链上 会对美国的制宅 或者存在一些隐忧 这个呢 都是中国的Niche 中国的Advantage 来的 那最后我们又会问这个问题 就是 说到 中国和美国不同的政策 说到呢 中国有些Advantage 也有些Disvantage 那 好像有一个人 OK 好像这个 Grad Dean的毒L 这样站在那裡 就是没有人来过 是谁呢 就是 印度 那么呢 印度会不会真的有一个能力来取代中国呢 那么在2022年去年的年尾 12月9日呢 就 亦都在Forent Affairs里面 出了一些 出了一篇文章 那么他呢 就里面去分析 为什么呢 印度是不能够取代中国 其中第一个原因是政策因素 就是 可能是 那么这个不能玩的 因为中国是独裁国家来的嘛 那么 那么 他的领导人 他们那个政策 如果是由一个推出 那应该是一条路走到黑 是不是 OK 一错到底 就算是错了 都一错到底 是不是 他那个政策可能就比较 consistent 但是 因为可能 印度有民主 或者他们那个政策面向 可能会经常转 因为他们仍然在试 他们的发展方向 所以呢 面对一些政策上面的 一些外国的商人 或者外国的大公司大企业 要进入印度的市场的时候 可能都显得特别困难 是不是 或者显得无所适从 比如他这里提出了 比如Google Walmart Foldafone General Motors 是通用汽车 那么他进入印度市场的时候 其实都遇到一些阻滞 这个第一样 第二样东西就是 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这么多的iPhone 会在中国生产呢 或者 其实这个都涉及到一些 跨国公司 就是背后的生产链的一些 philosophy 因为这些跨国公司 他们进行生产的时候 他们想做到两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就是 减少他们的logistic 就是他们物流上面的开支 第二样东西就是 苹果那些社会企业责任 他要做到碳中和 要做到这个carbon zero的目标 而这个航运业 或者航空 航海 这些这样的 运输其实是 会为很多的产品 制造很多的碳足印 为了令到这件事可以避免 或者减少 其实苹果是很 或者一些大公司 他们很喜欢 将他们的生产线 放得很近 他们的market 的 alright 那譬如 中国以中国为例 在中国生产的iPhone 他们最大的market 在旁边是什么 就是中国了 中国随着国家开放 有很多中产的出现 中产阶级的出现 中产阶级的出现 亦都是会带动他们 去买一些所谓消费品 因为iPhone 这些economic goods 就是有钱 你会买多些 有钱才会买 所以在中国生产iPhone 其实它很近的市场 但是相比起印度 印度它的中产 其实不是那么强 在这篇文章里面都指出 就是印度中产是没有中国那么多 其实他们在印度生产完之后 其实印度也未必会买回 因为大部分人 或者他们的中产不是那么多 买得起的人不是那么多 所以在印度生产的产品 很多时候可能都需要进行出口 其实长远来说 对于无论是物流费用 物流的成本 还是苹果长远想达成的 Carbon Zero 那个目标 都可能会对他们有点影响 当然也有一部分 就是因为第三个原因 在这里提出 就是印度的资本市场 不是那么成熟 他就提到可能是 在2022年 80%的印度的集资 工股那些活动 都是由一间公司来 去处理这80%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资本市场 不是那么成熟 就会令到很多人 对于印度 都会否取代中国呢 是很多人 有意义 很明显我们看到 这些硬的事实 你都看得到 其实还差一点点 总结意见就是 因为我们在这个 苹果的发布会 得到的启示 除了是YouTuber 讀参数 其实我没有意见的 他们讀 他们就讀 讀得好听 都是他们的技能 他们讀参数 但我们在参数生产地的背后 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的中美 我们在商业上的博弈 以及我们可以知道了 多一些消息 希望我们可以 我们观众可以从中 有一点啟發 那最后最后的家庭 就是 上次有人说 我的画面是有问题 是不是 声音也有问题 那今次我就特地 安装了个咪 用了iPhone 13 Pro 的前置镜头来拍 希望一切都会好起来 就是这样 那我们今天大概处来到这里 那我们下一次再分享 一些当时得令的社会 或者国际的新闻 多谢你 拜拜